华社等了又等 政府换了又换 承认同考文凭依旧悬论未决 对教育部高级部长莫莫拉兹 昨天透过国会书面回应 指独装同考不符合国家教育政策 甚至列出承认同考文凭的条件 董教总无法苟同 狠批教长重复历届政府和政治人物 魅于教育专业的老调 没有公平评论同考的价值 董教总提醒各方 不要忘了城镇同考是2018年 全国大选时朝野的共识 同被列为国阵和西蒙的竞选承诺 包括穆罕莫拉兹所属的土团党 董教总质问 如今教长的言论是否代表 当今政府在第15届大选前的公开表态 促进朝野政党联盟有必要说明白 文告强调独中统一课程向来实事求是 遵循课程发展理论和实务 参考教育部颁布的学科课程标准 内容上充分体现本土语多元化 兼顾国内外视野 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 符合我国多元社会国情 董教总促进教长应该以更鸿酷的视野 公平且务实的审视承认同考课题 呼吁各界从教育专业及学术角度讨论 不要再政治化问题 董教总同时促进教育部 谨速接收以秋五英为首的同考特委会报告 对外公布报告内容 向社会大众交代 对外公布报告内容